好久没骑摩托车了 我觉得咱们俩戴成头盔的样子还挺帅 挺酷的 今天佩大伟去趟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前几天他不是说 感觉一饿的时候心撒慌 然后手容易抖 我觉得你可能有什么指标不正常 还是查查比较放心 其实我感觉问题不大 就是饿了 就是饿了 去医院的话路上比较堵 然后也不太好轻车 我们今天骑摩托车去 走 早晨上班高峰路上太堵了 我觉得路上车好多 我们现在到一号线 一圈路地铁站了 这边早高峰 不想当车泛滥了 我们骑摩托20分钟到医院了 感觉来离家近的地方 还是骑摩托车方便 但是冷啊 咱们路上骑的比较慢 风有点大 今天好多电动车都把它抄过去了 不用再费时间找停车位了 戴个头盔 没事不用整发型了 走吧 发现压扁了 估计医院排队的人还多着呢 赶紧进去 来看看 还行 形象包袱还挺重 走吧 看看我一路 发型吹得凌乱吗 你的头发还行 比较疼 我的头发比较软 一压就乱了 走赶紧挂号去 看看小月这一身打败怎么样 风衣 是不是挂个内科呀 我不知道挂哪科 刚刚大伟跑了一趟服务台 问了一下 饿了手发抖 挂了什么科 内蜂蜜 内蜂蜜科 感觉星期几来 医院永远这么多人 查完了 踩了三关系 见了好多项目 今天运气还不错 一个多小时就给检查完了 连挂号 再检查 现在看完了才九点多 比我想象的快多了 我以为得耗到中午去了 那么多人 今天出了三关系 等会儿带我去吃个好的呗 咱们吃个 你还吃点青红包子 等会儿好好补补 要点好的 今天查了八项结果 查的还挺全 这个甲工七项 空腹胰岛素 还有空腹C态 是今天出不了结果 得两到三个工作日 过两天 咱们还得挂号 再取结果再看 对 今天挂的号 就等于没用了 什么没用了 你检查了 开单子了 去医院看病就比较麻烦 下一次就不能用了 今天等于说没看出什么了 过两天才知道身体到底怎么样 如果没问题的话 就能放心了 就吃饭去 好长时间没吃青红包子 现在的醋还变成小包装了 我们今天要了12个包子 够吃吗 够了 12个包子 两碗粥 一个鸡蛋 28块钱 好久没吃包子了 我们俩今天胃口真不错 本以为能剩两个包子的 大伟吃了7个 我吃了5个 一人一碗粥 大伟还吃了个鸡蛋 补了补身体 我还没吃过 咱们再买点 给谷歌打包回去 他放学回来吃 行 他爱吃的鲜虾菜心 等一下再打包9个 对 又买了9个鲜虾菜心的 不愧是亲妈 有什么好的赶紧给儿子带回去 晚上就不用做完饭了 熬点粥吃包子 原来你是不想晚饭做饭了 我误会了 什么误会呢 刚刚回家 把摩托车换成汽车 我们现在去房山办公室 感觉今天 陪大伟检查完身体 我的内心还是有一点小忐忑 真希望你一点事都没有 那肯定 你还希望我有事 因为你是咱们家一家之主 顶梁柱 万一你身体要出了问题 你说我跟儿子怎么办 伺乎我呗 放心 我要好好锻炼身体 等过两天 结果出来了 万一哪个指标 像血糖高了低了的 有什么问题 开点药 及时调理一下 你说呢 反正你得把身体保养好 你可是咱们家最重要的人 我记得我上次用咱们家 那个血糖饮 我测过我血糖正常 反正我觉得到这个年龄了 他也快奔四了 经常查查身体 没什么错 记着 提醒我这两天给我买一个热水壶 以后要得喝热水了 天气凉了 多喝热水 人到中年 养生了 保养了 保温杯里泡枸杞了 对 保温杯不离手 今天早上又起摩托 又吹风的折腾了一下 你是不是怕你犯控呀 赶紧冲爆咖啡 今天跑医院耽误了一上午 准备提提神 然后下午多干点 最近我特喜欢喝这款挂尔咖啡 它的咖啡香味特别濃